国内防疫降级到二级警戒的第一个周末假期 华联的中南区各大景点出游的人车潮不如预期的多 瑞穗乡的复兴、平生小火车园区 有鉴于降级解封、民众出游意愿趋近保守 因此决定重新整顿园区的各项油气农产体验设施 原方农民杨清茂表示 强化园区软硬体的不足 以待亦后的旅游潮 开着小怪手铺设灌溉水管 顺便整平农园道路 未来作为复兴评审小火车园区的在地农产体验区 丰富园区的油气服务 我们更反而积极地在把整个环境的整理 比方说我们这边整个地理的改变 我们都到环保园区去载我们这些厨屋 包括他们制作好的这些油机肥来改善整个地理 希望将来我们整个疫情过了之后 我们第一个延期能很正常的运作 再来我们整个环境会比以前 透过这段时间把它整理得更好 未来这个环境能够让大家得到更大的一个肯定 国内防疫降到二级 第一个周末假日花莲中南区各大景点 出游人车潮却不如预期的多 防疫降级解封 优客出游意愿反到区域保守 对于提升与帮助园区休闲农业体验观光产业似乎仍然涌现 因此复兴村社区发展协会转而重新整顿园区设施设备 充实各项农产体验 一代一后的观光体验旅游产业的发展 我们都种了非常多不同的品种 尤其你看这一小块里面就种了五种的不同的品种 那除了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特色之外 再来我们要让它控制在不同的时间 让它来结果 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随时来到我们复兴社区 都有可以采到我凤里的一个体验的机会 瑞士章复兴村原本应接不下的旅游团 现在因为疫情全数归零 但是复兴村不想坐以待毙 坚信花若盛开蝴蝶自来 因此全面重新整顿园区各项农产油气服务设施 让复兴村成为疫情海啸过后 仍屹立不咬的农游新亮点 记得石玉兰瑞瑞采访报导